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单词就是教室的意思了 我们在读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两个s放在一起的话读的是轻音 那前面的in这是一个借词 意思是在什么什么里面 所以in classe意思就是在教室里 那我们除了学习教室里边常见的物品的名称 还会学习教室里有什么这样的句子如何表达 在正式学习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幅图 图片上呢就是很常见的教室里边会出现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些名词前边用到的都是不定贯词 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不定贯词呢可以翻译成一个 所以呢在指一个教室里有什么的时候 我们通常用到的都是不定贯词 比如说教室里有一位老师 教室里有好几个学生 教室里有一台电脑 教室里有一块黑板 这样的话 那么在教室里有这个句型是 in un aura chisono in un aura chisono in呢是我们刚才说到过的借词 在什么什么里面 un aura 它呢这个单词的意思呢和classes是一样的 也是教室的意思 那aura 我们看看啊 以a结尾 音性单数 以原因开头 所以不定贯词 我们用到的是un一撇 大家在写的时候 千万不能把这一撇漏掉 不然就错了 chisono chisono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重点句型 有 好 那么大概知道了这节课的话题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逐一学习 这幅图片上所有的单词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左边 Chichidea老师已经把这一页要学习的单词 用红色的方框给大家圈了出来 先来跟我一起读一遍 Uno Uno Studente Uno Studente Una Studenteza Una Studenteza Una Professoreza Una Professoreza 这三个单词相信同学们都是认识的 因为我们在前面学习名词和贯词的时候 经常拿他们三个单词指令 Uno Studente 一位男学生 Una Studenteza 一位女学生 我们来分析一下 并且来回忆一下名词和贯词的相关知识 首先Studente 以A结尾 它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以SD S加辅音作为开头 它是一个特殊辅音 所以我们给Studente这个单词加不定贯词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的是Uno Uno 好 如果我们把男学生换成女学生呢 就从Studente 把这个词尾的A去掉 换成Esa Esa 那么如果单词变成了音性 又是辅音开头 我们要用到的不定贯词就是Una Una 好 同学们呢 可以试着把这一组单词呢 现在呢 它是用不定贯词修饰的 我们把它换成定贯词 大家来思考一下 那么我们就会变成 Los Studente La Studente 因为判断的方法和刚才是一样的 以A结尾阳性单数 以SD特殊辅音开头 要用到的定贯词是Lo 以A结尾阴性单数 S开头 辅音开头 用到的定贯词是La 那如果把它们变成贯词的话呢 分别会变成Gi Studente 和Le Studente 需要注意的是 在把一个名词变成贯词的时候 除了词尾的变化 它修饰它的定贯词 也是要变的 好 那么相信这里呢 对于同学们来说 只是一个简单的复习 那还有一个单词 Una professoresa 一位女教授 那就留给大家 大家自己来写一写 写出它的负数形式 写出它的定贯词形式 同时呢 还可以试着把它恢复成阳性的形式 再去写一写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组单词 同样的先来跟我读一遍 Una pena Una pena Un guaderno Una matita Una matita Un digionario Un digionario Un foglio Un foglio Un libro Un libro 好 那刚才呢 我们学习到了教室里的人物怎么说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学习用品的说法 Una matita 它的意思呢 是铅笔 铅笔 Una matita 这个单词呢 它的发音是很简单的 但是大家在背单词的时候 需要注意 这个单词里的D呢 两个都是轻音的 在写的时候不可以写错 那么除了matita 铅笔本身的含义呢 我们来看看两个比较常见的短语 matita bel gui oki ma di da bel gui oki ma di da 铅笔 bel 这也是一个介词 它的意思是为了 gui oki oki 这个名词的意思呢 是眼睛 那么这个短语直译的话就是 铅笔是为了眼睛 为了眼睛的铅笔 它其实呢 是没笔 那同样的下面这个单词 ma di da bel le labra 同样的bel是为了的含义 le labra 这个单词呢 意思是嘴唇 看到这里呢 同学们千万不要以为是老师写错了 而是labra这个单词 嘴唇它比较的特殊 它的复数形式就是以阿结尾的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名词 所以我们要连着定贯词一起记 le labra 指的就是嘴唇了 那么为了嘴唇的铅笔 它指的就是口红或者唇膏了 那这两个短语爱美的同学 一定要把它记清楚 ma di da bel gui oki 美笔 ma di da bel le labra 口红 好 我们继续来看 una pena una pena 这个单词呢 意思是刚笔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羽毛 那我们今天重点来看它作为刚笔 这样的含义 同样的有一个常用的短语 essere una buena pena essere una buena pena essere 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是是 buona 它是一个形容词 它形容词的原型呢 应该是buono 以o结尾 只不过因为修饰bena 这个音性的名词 所以形容词的词尾 也要变成啊 buono buona 意思是好的 essere una buena pena 如果我们直译的话 意思是是一个很好的钢笔 但在这个短语当中呢 它经常转译为 是一位天才作家 所以呢 当你夸一位作家很优秀 你就可以说它是一个buona pena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单词 un guaderno un guaderno 笔记本 需要注意这里的d是拙音的 un dicionario un dicionario 意思是字典 un libro un libro 意思是书 这三个单词呢 大家只要把它记下来就好了 最后一个 un foo un foo 它的意思是指 这个单词呀 大家在读的时候 一定要口齿清晰 把原因读准确 fou yo fou yo 因为如果你把原因读得不准确 那么单词的意思可能就变了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 fou yo fou yo 它的意思呢 是树叶 叶子 所以你们看 只换了一个原因 意思呢 发生了千差万别的变化 fou yo fou yo 又是只换了一个原因 那这个单词 fou yo 它的意思是儿子 那最后一个 不难猜测 fou yo 那是音声的形式呢 就变成了女儿 所以呢 最后一个单词 大家一定要把原因发准确 un foo yo un foo yo 好 同学们呢 可以再自己读一遍 这些单词 u呢 ma dita 签笔 una pena 钢笔 un cuaderno 笔记本 un diccionario 字典 un libro 书 un foo yo 纸 好 我们来学习下 每一组 una finestra una finestra una borda una borda un tavolo un tavolo una sedia una sedia 这些单词又是什么意思呢 una finestra 窗户 窗户 我们来看看它相关的短语 budare i soldi dara finestra budare i soldi dara finestra budare 这是一个动词 意思是扔 扔掉 i soldi 这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金钱 dara 这里的da 又是一个借词 它的意思是从 那finestra 是窗户 意思就是从窗户 那这个短语 我们还是先来直译一下 budare i soldi dara finestra 把钱从窗户扔出去 那它的意思呢 就是灰金如土 其实呀 看了这么多短语 我们发现了意大利语的短语呢 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那很好理解呢 就意味着它是很好记的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除了单词 再多去积累一些相关的短语 una borda una borda 意思是门 un tavolo un tavolo 这个单词 注意它的重音在a上 un tavolo 意思是桌子 那下面的短语 davolo du fecho davolo du fecho davolo 桌子 这里的d一撇呢 它实际上是借词d 我们写下来呢 可以发现d的最后一个原因呢 是一 un tavolo 开头的字母呢 是u 也是一个原因 当两个原因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意大利人啊 通常把d 这里的前面的这个原因省略掉 换成这一小撇 所以呢 这个短语其实应该是 davolo du fecho d它的意思是什么什么的 u fecho 意思是办公室 那么这个短语 办公室的桌子 就是办公桌 最后一个单词 una sedia una sedia 它的意思呢 是椅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些原本没有生命的物品呢 它的阴阳性呀 只能通过词尾的原因去区分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组 这一组单词啊 里边有不少外来单词 我们来逐一学习 una garda geografica 这个单词呢 它比较的长 首先garda 它的意思呢 有卡片或者纸 这样的意思 geografica 这是个形容词 那如果说它是形容词 它词尾又变成了a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原型 应该是以o结尾的 geografico 只不过因为修饰的单词 是阴性的 所以要把词尾的o 变成a 那么geografico geografica 它的意思呢 是地理的 那一张地理的卡片 指的就是地图了 那除此之外呢 地图还有另外一种 表达方法 一个比较短的单词 ma ba ma ba 这也是地图 这两个单词呢 都是地图 大家随便选择一个 记住 用它就可以了 那么garda 刚才说到了 这个单词 它有卡片的意思 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短语 是大家必须要记下来的 garda di credito garda di credito garda di tendita garda di tendita 分别是信用卡 和身份证的意思 这两个短语呢 非常的常用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清楚 下面 una lavagna una lavagna 黑板 un jeso un jeso 粉笔 un boster un boster 海报 un compuder un compuder 电脑 un chidirom un chidirom 叠片 所以呢 大家注意看 这三个外来的词汇 它们在读法上呢 只要按照 一大利语的发音方法 把它拼读出来 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词汇呢 其实它不是很难 我们也给大家补充了一些相关的常用的短语 这些在教室里边出现的词汇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那我们现在再来学买一下 在教室里有什么东西怎么说 我们要用到的短语和句型是 Ce和Ce和Ce sono Ce和Ce sono 他们俩的意思呢 都是有 那区别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读例句 大家看看能不能看懂 Ce un libro Ce un libro 有一本书 Ce sono due libri Ce sono due libri 你已经观察出来了 虽然Ce和Ce sono都是有这样的含义 但是如果我们说有的东西呢 是单数 比如说un libro Una professoresa 我们就要用Ce 那如果有的这个东西是复数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Ce sono了 比如Ce sono due libri Ce sono due professoresa 相信这个短语 这个句型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那今天前面呢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的单词 大家可以把它们都用这样的句型去说一遍 说一遍单数的 再说一遍复数的 好 那么今天要讲的单词和句型呢 我们就已经学习完毕了 那在最后呢 再给大家补充一些 老师和学生上课的时候会说到的句子 我们来挑几个重点的看一看 比如说 老师会说到的话 注意了 tutti insieme tutti insieme 大家一起来 ancora una volta ancora una volta 再来一次 di nuovo di nuovo di nuovo 再来一遍 ascoltate ascoltate 你们听着 guardate guardate 你们看 lippedete lippedete 你们来重复 che cose che cose 这是什么 a pagina 大家注意啊 如果这下边有个点 说明这个单词的重音在这里 a pagina 在第几页 cumbido per domani 明天的作业 明天要交的作业 adesso 现在 aprite i libri 打开你们的课本 chiudete i libri 和上你们的课本 gabite 你们明白了吗 那作为学生呢 在课堂上 经常说到的话有 gabisco 明白 non gabisco 不明白 这两句话呢 大家可以把它记清楚 riberta per favore riberta per favore 请您再说一遍 这里的per favore 大家也可以记下来 它的意思就是请 在任何的场合呢 只要你需要说请这个词 都可以用per favore come se dice in italiano 用意大利语怎么说 比如我们说 come se dice 铅笔 in italiano 那这个句子的意思呢 就是铅笔 用意大利语怎么说 come se scribe 用意大利语怎么写 后面还有两句呢 也是学生比较经常问到的话 que cosa vu dire que cosa significa 是什么意思 好 那最后这一页的句子呢 比较长也比较难 属于给大家补充的知识 今天呢 大家的重点 还是前面的基础的词汇 那今天我们也花了不少的时间 来解决一些基础单词 相信大家已经掌握了差不多了 那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超超 感谢大家